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火山口之外 狂风肆虐 呜呜地刮个不停 在山口不远处的那个石亭当中 有着两道苍老的身影副手而立 哎呀 已经两个半月的时间了 金石 眉头紧皱地望着那火山口之中 那里的天山血潭已经从当初的满溢状态降到了一个极浅的位置 而且那红色的液体颜色也变得淡化了许多 看上去就与寻常的湖水没什么不同 其中的能量也淡到了一个无法吸收的程度 一旁的筋骨文言也是苦笑了一声 玄吉迟疑地说道 你难道出什么问题了吗 那下面的天山火毒实在太过浓郁了 也即便是连我都不敢深入啊 应该不会的 天山火毒虽然凶悍 但对一伙却没有太大的威胁啊 金石摇了摇头 沉声地回答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话中却没有那般的自信 硝烟进入天山血潭已经两个半月的时间了 这个时间里实在是太长了 血潭之底的火毒极其浓郁 即便是他都不敢停留这么长的时间 虽然说硝烟拥有着异火 但是毕竟他的实力还只是一名九星斗黄啊 望着金石那般的模样 金谷也无奈的一探 这两个半月当中 天目山脉的能量潮汐逐渐的平息了下去 凤青儿等人在血潭中待了五天时间后 都陆续的离潭而出 在略作告别之后 都迅速的离开了 可那般模样 似乎这次血潭的侵泡他们得到的好处极为不小 说不定回去之后 就是能够顺利的突破窦黄 也不一定啊 而至于纳兰燕燃呢 他在血潭仅仅只待了三天 便是因为体内能量达到饱和而不得不出坛去了 然后在天目山等了消炎将近两个月后 终于是不得不离去 那么也就是说 如今的天目山恐怕就只有消炎一个还没有半点消息了 哎呀 要是今天之内还没有消息 哎呀 我 我就进入血潭之底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金石终于一咬牙 他体内的火毒 那还需要消炎出手啊 因此即便明知道那血潭之底不能随便进入 也只能去看一看了 文言 金谷也无奈的点点头 现在只能这样了 就在这个时候 火山口周围的天地 凭空爆发出一阵能量的轰响声 前击这片天地间的能量居然是剧烈的拨挡了起来 随着这道轰鸣声响起 只见着周围天地间的能量啊 就犹如受到了一种牵引一般 居然开始疯狂的对着火山口内凝聚而去 金石二人定睛一看 发现这些能量所凝聚的地方赫然就是那天山血潭所在的地方 哎呀哎呀怎么回事啊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令得金谷一惊 他旋即急忙的问道 金石也是眉头紧皱 目光死死的盯着天山血潭 那里面的水面上 此刻出现了将近十几丈庞大的水旋 在水旋中心的位置 有着一个漆黑的空洞 而那些周围天地间的能量呢 则是尽数顺着这里狂涌进去 金石缓缓的说 这血潭 似乎 有着什么东西 在疯狂的吸收能量啊 如我所料不差 应该就是硝烟搞出来的 啊 以他洞黄的实力 这么可能引起天地能量的震荡呢 金谷惊诧的说道 旋即自是猛然想起了什么 眼睛一瞪 望向金石 这个家伙 不会是要突破斗宗了吧 嗯 金石 眼中也是略过一抹奇异的神采 片刻后点了点头 恐怕是这样啊 这个家伙 居然还真的做到了 虽说 天山雪潭的确有着一些 入人突破瓶颈的效果 但 这也是我头一回见到 在雪潭内 成功突破的人啊 这事要传出去 咱们这天山雪潭的吸引力 还会暴增啊 难怪居然在雪潭底下待了这么久的时间啊 原来 他是想一鼓作气 突破之斗宗啊 不过这办法 怕也唯有拥有一伙的人 方才能够用啊 那下面的天山火毒 实在是太恐怖了点 是啊 金鼓 咋了咋嘴说 不过 这个家伙突破时 闹得动静 可还真不小 这边的天地震荡成这般模样 恐怕方圆千里内的一些斗宗强者 都会有所感应啊 金石点了点头 目光紧紧的望着血潭 心中 也略松了一口气 只要消炎没事 那么他体内的火毒 应该也就没问题了 在二人谈话间 这片天地间的震荡 也越来越剧烈 一股股浓郁的能量 不断的从天地间渗透出来 然后源源不断的 对着血潭内的那个血窝处 涌去了 远远的看去啊 几乎 整个天目山脉 都是在包裹了有些斑驳的 狂暴能量之中 看起来极为的壮观 这一般变故 自然是引起了天目山脉 整个士金蜀族的注意 无数道惊恶的目光 投射而上 望着天空上那宛如石质般的狂暴能量 那股隐隐间所弥漫而出的能量 威压 令得不少实力稍弱的士金属有种心惊 胆战 这天地间的变化 随着时间的持维 不仅未曾减弱 反而是越来越浓郁了 到了后来啊 看上去几乎就犹如无数道彩色的匹炼 不断地从天空上掠下一般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能量涌进血潭之中 一股磅礴气息也犹如苏醒的聚容一般 缓缓地自血潭之底弥漫出来 那股气势之强 即便是金石金骨二人也微微有些动容 金骨有些疑惑得难难道 这股气息可不像是刚刚进入斗宗的程度啊 是啊 光是这股气息就丝毫不落于寻常的异性斗宗啊 不过这也不排除再在突破之际 气息达到了巅峰 或许待着突破完成就会逐渐下降吧 气息的弥漫迅速地扩散 短短时间之内就将整座天幕山脉笼罩进来了 如此磅礴的气息之下 除了金石等少数一些实力非常强的人之外 其余的呢 都由心底蔓延出一股微压之感 不少未曾化形的弑金属 慌乱得吱吱吱叫 伴随着天幕山上的动静越来越大 以及那股自血潭之底传出的气息越来越强 一时间天幕山脉周围千里之内 不少强者都有座感应 一时间一道道的目光都投向了天幕山脉 所在的范围 哼 这股气息又是有人突破到斗宗了吗 看这个方位似乎是天幕山脉 难道又是世间蜀足的人 哼 这些家伙倒还真是好运 这样一来 世间蜀足的实力又要增强了 这天幕山脉还真是好东西啊 看来下一次或许得让宗内的弟子去试试运气了 天幕山顶 能量呼啸天际 血潭之上的漩涡 旋转的速度越来越疯狂 浪花狠狠地轰击在周围的石壁上 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隆之声 而或许是因为天地间能量的波动 也导致了山顶上空凝聚了不少的乌云 一时间啊 原本艳阳高照的天气居然便直接变得乌云密布了起来 对于天空上的变化 金石金骨二人倒未曾在意 他们的目光一直死死地锁定在血潭中 在他们的感应里 那血潭之底似乎在吸收 也达到了一个顶点 快看 要出来了 金石盯着旋转速度越来越恐怖的水面漩涡 突然沉声地说道 砰 他的声音刚刚落下 只见到水面上犹如被投了无数炸弹般 轰然爆射出了无数直冲云霄的水柱 水柱爆裂开来 犹如在千木山上下起了倾盆大雨啊 血潭水柱在铺天盖地的喷射而出 瞬间之后一道犹如鹤鸣般的轻笑 陡然自血潭之底 携带着磅礴的斗气冲出水面直射云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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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狂笑 犹如引动了天地震荡 水柱爆射空间扭曲 甚至连整座天木山都在此刻颤抖了起来 火山口的周围 一道道裂缝犹如蜘蛛网般的急速蔓延 震耳欲聋的声音连绵不断的响彻 山峰的震动刚刚停歇 一道几乎弥漫了整个血潭的庞大水柱 就犹如火山喷发般狠狠地自血潭内喷射而出 直接将水面的漩涡强行冲散了 水柱几乎是有着几十丈高达 而就在其达到顶点的那一刻 轰然暴碎 巨大的水团落下天际 宛如在天地间形成了一道连绵不绝的雨幕一般 这雨幕狠狠地拍打在石亭上 带起清脆的滴答的声响 整个天木山的目光都紧紧地注视着天空上 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那遍布天际的雨幕却犹如被无形的打手拨开般 自动地分裂开一道通天坦途 而在那天际分裂开的雨幕间一道瘦削的身影 缓缓浮现 他脚掌轻踏驱空 身体如枪般的笔直 从他体内弥漫出的磅礴斗气 犹如一柄开天立剑般刺穿头顶那无尽的苍穹 啊 道宗 感受着这股气势的强悍 整座天木山脉都响起了一道道 带着畏惧和羡慕的滴滴泥南声 瘦弱的身体 笔直般的耸立天际 身形不动在那股弥漫而出的磅礴气势 却令得这片天地极为的震道 斗宗啊 大陆强者真正的分水岭 要是成功踏入这个层次 方才具备着在中州混迹的风声水起的基本条件 而如今的硝烟 却是在这般年龄抵达斗宗地步 这般的成就啊 已经极为不弱了 雨幕从天际铺天盖地地倾斜下来 把整个天木山都笼罩其中 噼里啪啦的声响 响个不停 硝烟的身影 摇摇地踏里虚空 他的背后并没有斗起双翼或者古翼的出现 硝烟踏空而行 这是斗宗强者独有的标志 无数道目光透过雨幕望着天空上的一道不动的身影 一时间整个天木山脉皆是寂寥无声 唯有着那雨滴落在树叶上的声音清脆响彻 天空上 硝烟的身影门丝不动 雨幕在抵达起周身伴障时 就会自动的消散开来 那般模样就如硝烟周身 有着一个无形屏障般的存在 诶 他怎么不动啊 他 此刻的硝烟眼眸紧闭 磅礴博的气息荡漾在周身 这看上去啊 如同成了雕塑 他 他怎么了 见到硝烟一直不动 金蛊眼中闪过一抹诧异 现在 硝烟基本上已经是进阶成功了 那为什么他不动呢 金石迟疑了一下说 他 似乎是进入了一个奇妙的状态 文言 金蛊也是一愣 即便他的实力比硝烟强 但也是看不透 在硝烟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等等吧 应该很快就好了 嗯 在两个人的谈话间 天空上的硝烟 紧闭的双眼 眉头 微微的皱了起来 硝烟没心处 那许久未曾有过动静的火印 此刻居然散发了些许的光芒 对于现在所发生的事 硝烟初始并不太精致 他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成功突破至斗中的那一刻 他似乎体内的灵魂力量变得极为敏锐起来 而与此同时也再度察觉到没心处那火印中所遗留下来的淡淡的灵魂残印 这火印是要老 当初被抓的时候留下来的 这种状态并不是头一回出现 当初突破到窦黄的时候 硝烟就顺着这火印残留的印记穿越了时空 窥探了那做补了要老的神秘大殿 但是犹如当时的灵魂力量不算太强 因此所看到的情形是极为的模糊 那这一次硝烟能见到要老吗 好了朋友们 预知后事如何敬请收听 斗破苍穹第七百五十七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